旧旧流浪的河口 让你心中充满安 不让生命受苦 占来一切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说此周 救护世间得大五威 成就众生出世间至 释迦牟尼佛在上面 已经把这个佛果上 这个楞严神就佛果上的俗胜 妙用 已经说过了 现在接下去啊 要说因地修行的人 这个任远神就对他的 这个殊胜的功能 能够帮助出发心修行的人 从世间到出世间 都能够使他得到广大的利益 所以 佛对沃南说 沃南 我今为你 更说此周 救护世间得大五威 成就众生出世间至 这本来就是后文的总义啊 我 释迦牟尼佛自称 我现在 要更为你说 这个楞严神咒 他能够救护世间 使世间修学佛法的人 离去一切不危 那么 而且由此能够成就出世间的 文妙的智慧 所有众生要修学佛法 由此可以断饭 老了生死 超出世间 乃至成就无上菩提 众生为什么会有不危啊 原因是他不懂佛法 而佛法中所说的空意 他不了解空 不知道诸法空啊 所以就有 就会有很多的不危 举个例子说 就是那些邪恶的鬼神 看起来很可怕吗 嗯 例如在纸上画出来的 那些牛头马面 鬼神之类 凶恶的样子 看起来也是很可怕 嗯 但是你只要知道 他是假的 纸上画的 他不是实在的 是个假的东西 那就不用怕了 现在重商是不知道他是假 不了解空意 不知道是假 那么对于那些邪恶的 种种的鬼神之防 就会直为石油 因为直为石油 就会生大不危 啊 世间人怕鬼啊 实际上不知道 那个鬼根本就是个假象 没有实体可得 所以才会怕 假如 您知道 那是希望不实的 知道诸法是空 明白空意啊 就没有可畏的地方了 而且可以得到广大的 无畏功能 乃至究竟成佛 才是究竟得到大无畏 所以佛菩萨 能以大无畏的精神啊 来做自利利他事业 那么这个话前面还没讲 所以佛现在要更畏众生 说这个神座的 啊 救付世间 各大无畏的妙用 所以就是根说 啊 前面还没有说到 现在是说众生立位的 啊 在出世间制的妙法 所以叫做 更说此周 啊 说这个神座立一众生 使众生 在世间法上 修学佛法 能够救付世间 各大无畏 而且由此能够成就 出世间的 广大智慧 所有众生要修出世间法 求证出世间的圣果 由这个 任严神座的福诸啊 都能够得到圆满成就 那么 离那些不为由此而成就出世间制 下面的文字就说明这个道理 啊 佛说 等到我灭度之后 莫法知识 所有的众生 如果有人能够自己读诵这个 任严神座 或者是教别人读诵 啊 应当要知道 这一类众生 能够诵识任严神座的众生 火不能烧 水不能溺 大毒小毒所不能害 如此乃至天龙鬼神 地下的荆棋 地下的荆棋 就是地面的鬼神中 魔王 魔仲 离妹忘娘 那么 他们所有的 邪恶的咒法 都不能伤害 这个持咒的人 持任严咒的正法 那么那些 邪恶的咒 都不能着到 这个修证法的人的身上 因为他心的正受 下文是上次讲过的 顺着文字下文下去 一切祖族 牙固 独妖 金度 淫度 草木 虫蛇 万物 独气 如此人口 成甘露 死人 就是持任严神 作者 人 那么这些事件 各种的毒品 如果 到了他的责里 都会成为甘露的 不死之药的妙 本来会 毒死人 现在都不会受害 都会成为 不死的甘露 一切恶心 病诸鬼神 产心毒人 产心毒人 就是 这个 喜欢用暗电伤人 用种种方法来 用阴谋来伤害人的 这类人 就是毒人 他的心 都是很 可怕的 会做种种 殴发伤害于人 而且都是用暗电伤人的 欲如是人 不能起恶 如是人 就只持咒的人 持任严咒的人 持任严神咒的人 他这些 邪恶鬼神 他看到这个持咒的人 他不会生起恶心 而且会回过头来 扶持他 贫拿 叶家 就是 猪头 象鼻 这类的鬼神 这本来是属于很凶恶的 这种凶恶的鬼王 并及他的剑书 都能够 零 受持神咒的人的 因为持这个 正法的任严神咒 能够加倍他 扶持他 使他知道 出世间的 生活的受用 所以他们 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 要感谢持咒的人 那么感谢持咒的人 这个恩的 常常加以守护 保护他 扶持他 不但不会伤害他 反过来是成为父法 欧难 当之世主 常有八万四千 哪由他 横活沙 巨子 金刚 藏王 菩萨 种族 一意皆由诸金刚 众而为眷属 昼夜 随时 佛队欧难说 你应当要知道 这个任严神主的 俗胜功能 因为他 经常有八万四千 哪由他 就是义 八万四千 一 横活沙 不是 一一两一 而是 一横活沙 两横活沙 一横活沙 一杀算一个 金刚上菩萨 巨子也是一 就是无量 无边的 金刚上菩萨 所以他同族的 这类金刚众 都来 扶持持咒的人 所以每一位菩萨 都有很多金刚众 做他的卷书 无论是白天 或者是晚上 随时都来 扶持持咒的人 身由重上 以散乱先 非三毛地 心意口持 是金刚王 长随从 彼于诸善男子 何况 决定 不利心者 就是散乱先持咒 不是定心 三毛地 不是用定心 就是不是专一的 纵然是散乱先持咒 无论是心里详 心意 心意就是没有念出来 心里在哪里 意念这个神咒 或者是口里 受持这个神咒 默默地在念 那么这些金刚王的神咒 这些金刚众 常常要随从这个 善男子 就是受持神咒的人 佛的四中弟子 善心受持 尚且要复持 何况决定发菩提心 请不知道 一定心来受持的 那当然他更需要复持了 此处金刚菩萨上王 精心因素 发笔神师 诗人应识 心人记忆八万四千 横祸杀皆 周遍了之 都无以后 这是能够使 修持这个法门的人 能够得到俗命通 知道他过去 多生多结的事情 这些金刚 当王菩萨 他能够加持 复持那些持咒的人 专精其心 明明中复持他 很快地使这个人 从本地的心事里面 发出本有的守命通 有这个守命通 他应时就能够知道 过去 八万四千 横祸杀皆 那么久的事情 都能记忆起来 周遍了之 都无疑惑 过去的经过 有修行 没有修行 做的善恶业如何 那么一一都能够明白 那么不会生起疑惑 从此他应当走哪一条路 怎么样子修学佛法 怎么样子到无上菩提 他寥寥分明 从此一直到究竟成佛 所以接下去说 从第一阶 乃至后生 生生不生 要叉 老叉 说这个人呢 从此 受持这个 乐人生就之后 从第一阶以下的文字啊 就是现在刚开始讲的 前面是上次讲过的 说他从今天开始 这是第一阶 从开始发心修学 由此 这些金刚神众主要扶持 一直到后生 乃至是超劣词 劣掉中间经过 无量受伤的时间 后生 是最后要成佛之前的那一生 就是等觉菩萨的这个一生补处 那是最后一生 就是后生 到了最后生将成佛了 意思就是说 从他发心持住 一直到成佛之前 生生生世世啊 都是生在天上人间 或者是生在有佛之世 他不会生在这个恶鬼之中 这个地方 所以生生都不会生在要叉 结极鬼 罗叉 口味鬼 罗叉是会吃人的 专门吃人的 所以是口味 也叫做吃人鬼 并且其他的恶鬼 像 傅丹拉 傅丹拉是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 叫做臭恶鬼 臭 很臭的臭 他这种恶鬼啊 饥饿的恶 恶鬼 全身发出这个臭味 所以叫做臭恶鬼 这种恶鬼很可怕 他这个全身发出 这个味道都是很臭很臭的 有一部论叫做五白问论 这个五白问论里面 记载有一个笔丘 他生平呢 很贪着 他最喜欢的一种法器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鸟拔 鸟拔 他最喜欢的那种 同志的法器 天天随在身上 不成舍离 后来这个比丘死掉了 死掉了 因为他这个贪着心 很严重 死掉就堕落在 这个臭恶鬼 就是这个负担啊 臭恶鬼 全身发臭 他还是每天要回来摸摸 他的那个鸟拔 他的法器 可是这个 他死掉之后 常住就把他的法器啊 放在这个佛堂的后边 专供法器的地方 可是他会去找 找到他的原来的法器啊 他每天去摸他一次 摸一次 可是经过他的这个臭恶鬼的时候 摸过之后啊 整个法器的一间里面的 所有的一间 通通都发臭 就是跟他身上的臭味一样 很可怕 闻到那个恶臭之味啊 就要吐 吃不消 所以这个臭恶鬼的这个臭啊 比世间的米田供还要臭 米田供的臭 它只有一种味道 可是这个臭恶鬼的臭啊 极重臭于一身 世间上所有的臭味 它全部具足 所以碰到这个恶鬼啊 那时候非常非常恐怕 全身发臭 所以由此可以知道 这个臭恶鬼的那个臭的情况 所以这个五百位论里面说 发生这种事情呢 当时有一位欧罗汉知道 那么把他把这个臭恶鬼开始 说发 度他 使他写脱 然后啊 才不至于发生这种的臭的味道 所以这个郑国的圣者 有这个清净的能力啊 使他消除那些恶臭 否则那个臭味 非常佛怕 没有人干净 接近的 加渣 负丹拉 还是负丹拉了 加一个加渣 两个字 加渣是齐 齐齐的齐 就是齐臭恶鬼 比前面的更臭了 那个负丹拉臭恶鬼 已经够臭了 加渣 负丹拉比他更臭 那么这个臭的味道不晓得怎么样 恐怕是 闻到之后啊 我不能喘气啊 恐怕就要无腹爱在 非常非常的齐臭 所以叫做齐臭恶鬼 叫做加渣 这就是 我道里面的鬼道 苦恼众生 纠斑叉 纠斑叉也是印度化 是一种恶鬼 这个纠斑叉翻成 中国话叫做 瘟形鬼 瘟形 就是他的身体啊 好像这个 人家张东西的那个瘟 瘫子啦 形象跟他差不多 看起来很可怕 他全身也会发出错位 所以叫做瘟形鬼 纠斑叉的那个茶子啊 有些地方印成土字 下面那个木 它上面加一横 就变成土 这里不能念做土 纵然写成土啊 也不是土 因为它原来是茶 揪盘茶 有些地方翻成 有些地方翻成 揪盘 揪盘大 或者是揪盘茶 显示这个字是 茶音比较接近 不是土音 土音就相反了 揪盘茶 日本话说 苦办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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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就是这个茶 一定不是图 是茶 从前呢 我在几十年前 为了这个问题 发生争论 有人说茶 有人说图 图啊 茶没有决定 后来我发了很多时间去查 还查了日本书 那么日本书里面所有揪盘茶 都写的苦办哪 苦办哪 所以可见这个茶是大 不是图 所以必定是揪盘茶 不是揪盘图 假如有印作图字的 也要念做茶 不要念成揪盘茶 揪盘图 揪盘茶 用心归 毕色泽 有些地方翻成 毕色泽 翻成中国话 他叫做弹晶气鬼 他专门吸收人 动物 植物等等的这个晶气 人的晶气 被他吸收了 这个人就没有命了 所以有些人会突然之间死掉 很可能被这个弹晶气鬼 晶气被他吸光了 结果就没有命了 那么动物 其他的动物 也会被他吸 吸死的 吸这个晶气 植物也有可能 他专吸众生的晶气 这种鬼 就是弹晶气鬼 等 等于其他各种恶鬼 很多很多 种类很多 不能一一系列 在鬼道众生里面 有三十六步 还有三类九瓶 不能细说 所以病毒恶鬼 这些恶鬼 种类多的没有办法去计算 很多很多这类鬼中 所以如果没有去研究这个鬼道众生的种类 是没有办法了解他这些鬼道众生啊 有种类有多少 所以综合起来说明这些鬼道众生啊 说有的是有形的 有的是无形的 有的是有想的 有的无想的 所以说病毒恶鬼下面有有形 无形 有想 无想 如是指这些 这些地方都是有造业堕落的地方 所以叫做恶处 有形是什么呢 有形式的众生 有形式 有身体 有形式 就是后边十二类生的 修旧精明 修旧精明之类 这都是由造业堕落的苦恼地方 这有形式的 也有无形式的 无形就是没有形式 没有形式 就是属于后边十二类生的 空散消尘 那个空散消尘之类 就是属于无形的 有的是属于有想的 详是思想 行是身行行之 详是思想 就是有心理作用 有思想 有心理作用的 就是有心想之类 这类鬼神 就是后边十二类生的鬼神 精灵之类 都是属于有想 有心理作用 有想的 就是属于这类 还有无想的 无想就是没有心想 没有第六意思的 起作用的这种情况 那就是后边十二类生的 精神化为土木金石 他的精神已经变化成为 跟土木一样 跟石头一样 精神化为土木金石 这类就是无想的 这些独自恶处造了欧业堕落的地方 所以叫做如是恶处 这个人由此愣眼就之故 从此之后 深深事实修行 不会堕落在这些 欧道的苦恼众生之中 不会做这些鬼类 所以他不会生在这些地方 所以叫做深深不生药叉等 从出发心一直到成佛 深深事实都不会堕落在这些鬼道众生里面 造那些成为那些鬼道众生的苦恼情况 他不会受到 是善男子若独若送 若输若邪 若待若肠 诸色供养 节节不生贫穷下贱 不可乐处 这类发心的善男子 也包含善女人 就是佛的师兄弟子们 或者是独这个认言神诸 对文乐独 背不起来 看着文字念 叫做独 若送 背得起来 像大伯父一样的背得起来 不用看文字就可以念 那就叫做送 或者是把它写成 用文字写出来 书写 若书若写 就是书写 把这个认言肉的文字写出来 写出来要怎么用呢 或者是带在身上 或者是藏在身上 若带若藏 带是带在外边 藏在身里 就是放在口袋里面 猪色供养 种种的有形象的色发 来供养这个神咒 就是法宝 也要发心去供养 节节不生贫穷下见 不可乐处 就生生世世了 每一节 生在三界六道里面 无论在哪里 他不会贫穷 那最起码就生在人间了 不会受贫穷之苦 不会生下见的种族 不会生在这个 没有快乐的地方 不可乐处就是苦的地方 不会生在这个苦恼的地方 所以叫做这个 不生贫穷下见苦乐 不可乐处 不可乐就是不快乐的地方 那个地方他都不会生到那个地方去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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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